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学习一则英国故事 那么学习这则英国故事呢 主要是来感受一下这个英国报应真实不虚 我们知道这个英国是人生宇宙的这个真理 你就是佛成佛了 也是在实现这个英国的真实不虚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佛教当中最有名的这个佛典故事 马脉之灾 这个我们经常的听到 但是具体的关于这个马脉之灾的英国故事啊 我想并不是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所以我们借助这个故事啊 来重新再感受一下 好 这个马脉之灾啊 是屈自于佛说新奇行经 卷二 那么第九啊 是佛说十马赖夙元经 就是佛持马赖 那么过去的这个因缘是什么 文如是 如是我闻 一时佛在阿纳大全 于大比丘众五百人去 就是在这个地方 那么随从众由大比丘 有五百人 这五百人 揭示罗汉是六通巨族 就是巨族 六通神族 巨族 六神童 佛就告舍利夫啊 过去九元事 大家注意啊 是过去事的时候啊 佛说过去事的一段网 一段事 那么在过去事的时候 那个佛叫什么呢 实佛名 匹婆耶如来 匹婆耶如来 这个是翻译的 名词不同 有的翻译的是音译 有的是意义 我们知道这个佛的名字 叫匹婆耶 都可以 匹婆耶如来 至真 等正觉 明行成为 善事 世间节 无上事 道法欲 天人时 好佛 世尊 就是佛的 十种名号 也是 翻译的不同 那么 那么这个佛啊 在盘头 魔法城中 在这个城市当中呢 与大比丘众 有十六万八千人聚 有那么多的水众啊 这个国王的名字叫盘头 他与群臣树民 心性侍女 一四世供养 一时注药 四世供养 这个匹婆耶 如来 极重 这里面重 是指这个 身重 好 中 以 无法 就是没有缺乏的时候 这时候啊 这个城当中 有一个婆罗门 叫做 明 因提 其利 这个婆罗门呢 博达 泛制 四维 典籍 是学外道的 一支 弥 箭 算术 即婆罗门界 因为他是学婆罗门法的嘛 而且这个外道 婆罗门呢 他 教授了 五百童子 大家就要 这都是过去的事 王社会 这个国王啊 这个盘头国王 他就 设这个社会 先擒佛 佛 佛辩 莫远 许之 这个佛是过去的那个佛啊 皮婆业佛 这个佛就打印了 王 环 俱 传 就是 王就 不完啊 就 回去了 就 置办 这个 佳肴 种种 浓美 就美味佳肴吧 准备了种种美味佳肴 因为要供佛 吉射 闯座 取驴 好 这个字不知道读什么啊 我查了 这个是 合成的这个字 不知道读什么 但是他的意思就是 相当于 比较贵重的 毛坛子之类的吧 反正就是 佛 佛王用来供养佛的 那么 办一臂 置办这些完 之后啊 这个国王就 执这个香炉 于座位上 常跪 其约啊 今时已到 为愿 屈尊 就请佛去应供 那么 时 皮婆业佛 见时已至 时候已经到了啊 辩赤大众 着一 持佛 当成王秦 就是要成就国王的 这个 邀请 这个供养 那么大众 围绕 王毅王宫 就到王宫里去 就座而坐 王极下时 手自斟酌 种种咬善 亲自供啊 那么这时候 大家注意啊 就说到了过去的 这个事啊 有一个比丘啊 宁约米勒 大家注意 这个是米勒比丘啊 过去有一个米勒比丘 食病不行 生病了 不行了 佛籍大众 时宜过环 那么应供完了之后 就回来 环食 皆为诸病比丘 勤食 就是回来之后 还为这个得病的比丘啊 去起食 那么这时候 他们就 过 泛治山 这个过 泛治山 按照后面的经文来推 就是 他们经过 这个泛治 这个泛治叫什么名字呢 叫 山王 因为 当时翻译啊 可能就这样翻译了 有可能是为了这个 宇宙的通讯 或者怎么样 他就没有全部翻出来 那么这个泛治啊 就叫做 山王 就是是一个 修外道的 那么这个外道啊 他就见到 这个食相媒 这个饮食啊 这么相媒 变心 嫉妒一约 就起了嫉妒心 他就说啊 这个瓷昆头 沙门 正因食马脉 不因食子 干转之供 就这个光头沙门呢 它应该 是吃马脉的 它不应该吃这么 美味的 这个上供 大家看啊 就是过去 造了这样的业 这个 泛治 山王 他造的这个业 而且 他对 这个童子啊 他不是教授了 五百童子吗 他还对这五百童子说啊 如等见词 昆头道人 食于干梅 咬善不 你们见到这个光头的这个道人 他吃这个干梅的 这个佳肴美食不 好 朱童子曰 而始见 确确实实见到了啊 此等 施足 亦因食马脉 大家看啊 这个 泛治 山王 他当时 骂出来的话 是说这个光头沙门 应该食这个马脉 但是他教授的童子 是说 他们的这个施足啊 施足就是谁啊 这个神众的 这个施福就是谁啊 就是这个佛 是不是 说这个佛啊 也应该 食这个马脉 大家注意啊 我们的这个题目 是马脉之灾 那么过去 是造了什么样的因 那么现在就是 介绍他们当时 造阴的这个经过 造业的这种经过啊 好 我们接着看啊 那么 佛与舍利福就说啊 如之而时 山王婆罗门波 大家看 是不是 这里就翻译出来了 就是这个 泛治 山 山王 你知道这个 山王婆罗门波 则我神是 是谁啊 就是我们的本师啊 大家注意 就是我们的本师 二十五百同子者 经五百罗汉事 就是现在在场的 五百罗汉 二十 并比丘弥勒者 他过去是比丘 那么则经弥勒菩萨事 就是现在的弥勒菩萨 好 前面就是 佛在介绍过去的这个 因缘 佛与舍利福啊 佛尔什 新嫉妒 因为 有这个嫉妒 一言 就说啊 是被 不应食 干善 就是那些人呢 不应该 吃什么 干美的这个 饮食 正因 食 马曼儿 应该吃什么 马曼 大家看啊 回到前面一顿 他当时骂的对象是什么 是沙门啊 大家注意 因为骂的对象不同 最后结的果是不同 当时这些童子骂的是施主 就是佛 他骂的是这个沙门 神仲 好 吉清等 就是他教授的那五百童子 也就是现在的这五百 罗汉呢 一云与世 是不是 他们骂的是佛 应该吃马曼 好 吉清等 一云与世 你们呢 也是这样说的 要去食这个马曼 因为这样的因缘 我吉清等 就是佛 我们的本师 以及这五百罗汉呢 就经历了地律 无数千岁 大家看啊 就是过去 在佛神仲那里 造了业 所以就受这么多的苦啊 现在 虽然成佛了 现在佛已经成佛了 二十残缘 但是因为这个残缘的 这些夙缘成熟了 我吉清等 佛 以及这个在场的五百 罗汉呢 于皮兰义 在这个地方 故时马脉九十日 我们经常听说 这个马脉之灾 马脉之灾是多长时间 大家知道吗 是三个月啊 大家想一下 佛成佛了 还要受这个马脉之灾啊 三个月 好 我尔时不言于佛马脉 是不是 他说的是佛啊 大家看 看前面这一段呢 是不是 祠 我尔时不言于佛马脉 他不是说佛 他说的是当时的什么 当时的这个神宗 是不是 祠 昆头沙门 他骂的是沙门 当时这些童子骂的是施主 就是这个佛 你看他骂的是什么 是这个沙门 僧众 那么但言于比丘 他只是说 这些比丘 这些沙门呢 光头沙门 要去吃马脉 以事故 我今得食 保脉人 所以佛吃的跟这五百 罗汉吃的又不是一样 他吃的就是这个脉人 但是其他的人 以清等加盐 其他的就是当时教授的五百童子 他们骂的是谁啊 他们骂的是施主 是不是 那些深重的师父 就是佛 这个当时的这个佛 所以他们就吃什么 好 以清等加盐 当于佛卖过 就是佛应该吃马卖 今日清等 食卓 皮脉 所以 深重的果报就不一样 他就吃这个什么 吃这个 我们说的叫什么 康脾吧 是不是 这个 马脉的那个脾 对 因为当时对象不一样 对 因不一样 所以这个结果不一样 但是因果啊 是死毫不爽的 好像有人拿卖了 帮我进一下卖好吗 好 谢谢 好 我们大家看了 我们看了 这个佛接着继续在说啊 于是世尊说 溯源 寄言 就是过去的这些因缘 佛以寄送的方式在说啊 我本为范智 前面翻译了 叫什么 范智 伤亡 他做那个范智的时候 那么所学啊 是圣广博 非常的广博啊 教授五百童子 是五百童子的老师 那么在于树源中 那么在毕业佛寺 就是毕业佛注释的时候 行骂诸地球 他当时骂的是神仲啊 那么不应食精良 他们不应该吃那么好的 是不是 正应食马脉 应该吃马脉 所以最后佛 成佛的时候 就食这个马脉 食这个马脉人 那么如等童子说 当时跟这个范智学的五百童子 也就是现在的五百罗汉 他们说什么 食如食所到 真的就跟师父说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并及 此等时也说到了什么 也说到了当时这些神仲的师父 就是说佛 是不是 他们也在呵护嘛 也在说 一因食马脉 他们应该也吃马脉 但是他们造的对象 是在佛那里造的 好 以事因缘故 酒受地狱苦 而食残余阳 那时候的这个 残阳余报啊 亿五百比丘 就是现在的五百比丘啊 佛罗门食秦 那么佛罗门 当时秦他们应供的时候 当会皮兰义 于亲食马脉 九十日不节 那么因缘一会的时候 就在这个皮兰义 这个地方 佛跟当时的五百阿罗汉 就吃了三个月的马脉 大家看啊 因缘中不朽 亦不着虚空 应当要护三因缘 就是身口义 这个因缘要守护好 甚莫犯身口义 不能犯这个身口义的恶意啊 经我成佛道 得为三戒将 就是 三戒的导师吧 在这个阿诺大拳中 在这个地方 自说先是缘 说过去的因缘 好 这个就是 我们 经常说的 这个马脉之灾的 这个经过啊 佛接着在对神里复说 如观如来 众恶已尽 你看佛 他的这些恶业已经尽了 诸善谱具 佛的善业都已经 普遍的圆满具足了 但是诸天龙神 帝王沉迷一切众生 接遇渡知 都可以 去渡他们的 尚不能得眠 素是 愚羊 连佛都眠不了 佛自己已经圆满了 都眠不了 这些过去的 这些 仰报 旷 愚 民 未得到者 旷这些愚痴 愚民的 盲民的 没有得到的人 你们还能逃脱得了 这个因果报应吗 大家看啊 佛这个话呀 说的非常有神意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 佛视线 佛视线并不是说 他就无缘无故的变现 这个什么不是的 也是在因果之内 那么佛视线的目的就是什么 让我们要怕这个因果 佛与 舍利夫啊 就对舍利夫说啊 当学 护三因缘 你们应该要好好地学去 不只好这个三因缘 就是身口意 三业因缘呢 莫犯身口意 舍利夫啊 当学如是 应该这样的去学啊 好 佛说事宜 舍利夫及五百罗汉 阿奈尔大龙王 发布鬼神 文佛所说 欢喜受心 好 这个英国故事就完了 那么我们大家 也感受了一遍 我们的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看佛的视线 受这个果报 我们怕不怕 那么为什么在 我们分析烦恼实力之前 我先跟大家学习 这个英国呢 目的就是希望大家知道 你如果随烦恼去造 你不管有多大的成就 你这些业都要瘦的 你还敢随烦恼去造 怕吃马麦啊 佛都吃了三个月 这个说吃马麦 说实话 这个你自己去感受一下 那就知道是什么胃 我有一次 我就吃了 吃了那个 叫什么 我们农村叫什么 叫康 因为小时候不是经常 听老人说 他们那时候吃什么 康巴 康巴 他们经常这样说 我又没吃过康巴 是吧 我就想这个康巴 有什么 难道真的就难吃吗 这也没什么 小时候在家里面 看到都是喂猪的 但是有一次 我就买了 买了 我就真的吃 太难吃了 知道吗 太难吃了 我还是把它蒸熟的 那个还有轻酱味 但是吃的时候 人吃的要酷 但是你成博了 也要受这样的果报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还是要继续的 来研究这个烦恼 因为 在优婆赛界经当中 就说 烦恼因缘故 是恶业真 无烦恼因缘故 是十善业真 那么 这个善业恶业 它的这个因果报应 是丝毫不爽 如影随形的 所以接下来 我们继续 一起来探讨 这个烦恼实力的分析 希望我们都能把 这些烦恼 认清认透 以后去受自在的 这种善业果报 不要再受这些恶业果报了 好 我们看这个烦恼实力 首先是这个拖拉 这个拖拉是什么样的一种烦恼呢 大家说一下 拖拉 大家有这种拖拉现象吗 对 懈怠懒惰 懈怠 懈怠就是 随烦恼之一 好 那么拖拉 主要有什么样的展现呢 比如说 哎呀 我好累啊 其实这又是在自己 在自己口给自己封一个不好的命运 我好累啊 我要休息啊 是不是 我太困乏了 我要睡啊 我偷会儿懒吧 我歇一歇吧 好 有时候也会因为慢 去拖拉 去懈怠 也会有的 我们大家想一下 如果说养成了这个习气 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我们一定要对这个果报认识清楚 就是它能给你带来什么 你是得到了什么 失去了什么 它能给你带来什么 这个至关重要 比如说 你遇事 就容易拖拉 因为你有这种拖拉 懈怠的习气 那么你拖着拖着 是不是时间就拖过了 是啊 子怜就说了 客厅的灯被我吹了 近一个月 昨天才弄好 是你家老王 拖拉是吗 那你为什么自己不去弄呢 你想过没有 为什么你就认为这些事 男人应该做的呢 我以前就看到一个影片 因为我也 从小的时候这样的写建 好像就是女人不管这些事吧 就是男人应该管这些事 我以前就看到一个影片 他家的男人在外面 做事好多年没回来 那女人照样去做也好好的 分工的 分工的你就不能去做吗 好很有意思啊 这个借口很美的 很好听啊 连这个借口 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拖着拖着 时间是不是就过着 就过了吧 时间过去了吧 那拖着拖着 我们这个人是不是就变老了 是的 大家都说有这种懈怠 有这种懒惰 那么拖着拖着 这个事是不是就搞黄了 就拖过去了 那么事情之后就变成不了了之 就拖拉 其实我们仔细去分析就知道 这个拖拉就是什么 就是在虚度光阴 是不是虚度光阴呢 本来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的 你这个小事最后就拖成了大事 你这个好事最后就拖成了坏事 你这个容易做的事 最后就拖成了难事 好甲鱼说这个灯的是你会了 子怜甲鱼说你会了 以后你就可以更好地去帮助别人了 万一哪一天你到顾问身边去 那边灯坏了 你不也可以弄吗 好现在你家老王会了 你到时候还不是不会吗 好想一下 那么拖的时候 之后容易的事也会变成难事了 你去做也就做了 是不是你现在是有靠的 你没有靠的你还不是乖乖地去做啊 我小时候就看到我母亲因为很多事我父亲不去做 他就去做什么家里修那些什么散呢 我们读书的时候用的那个雨散 我们穿的那些墨基啊 那些靴子之类的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弄的 如果一般的家里面就是难的弄嘛 所以说关键是你愿不愿意去做 你看你拖 拖到最后就会落了的一个什么 一无所获 一事无成 至少这件事你不会想一下是不是 大家看到顾问他一直在赞叹 做事应该要怎么样 他做事应该要怎么样啊 我们不能拖拉应该怎么样 要勒力风行吧 对 要勤快就是要勒力风行 好 那么我们现在 既然知道这种拖拉 这种懈怠不好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改变一下呢 所以不能再给自己找什么理由 找什么借口了 也不能说分工该他做了 如果说没分工呢 那不就是你做的吗 这个分工是以什么为标准来分工的呢 是的 拖拉有时候你想快都快不起来 所以我们在知道要做什么事之后 应该怎么样啊 马上的复制行动 其实人就怕改变 不愿意改变 但是真正的你迈去第一步就好办了 只要第一步迈去去了就好了 所以愿我们呢都能够快速的 能够高效的 能够勤快的 能够完美的 而且精细的去做好每件事 因为我们要训练自己 好好好 子连说的很有意思 好 那就希望你家的老王啊 能够遵守这些约定 好吧 好 这样你们就能够和平的相处了啊 如果说万一哪一天老王没做的那么好 希望你也能包容啊 好 连这个话很有意思啊 大家体会一下 好 那么在座的有没有 自己比较主动的去做一些事呢 你不认为是分工的 你能不能主动的去做一些事呢 精湛可以吗 因为精湛在我印象当中是比较勤快 比较能干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 我看到你好像什么事都比较会做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话题 听话说话 这个关于听话说话这一块啊 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在听别人说话 我们自己也在说话 但是我们有没有用心的考虑过 我们会听话吗 我们会说话吗 首先我们要学会会听话 那么怎么样去听好话呢 好 那么怎么样去听好话 我们在生活当中会出现哪些现象 没有听好话呢 比如说听话 只听到一半 是不是本来别人在表达表达呀 你只听到一半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尤其是性质比较急的人呢 他往往听到一半 他就开始发表意见 那这样就往往就会搞错 而且容易做你这样取义 因为你没有听完整 不知道别人要表达的意思 这个我经常的犯 我真的非常的惭愧啊 我记起来 我那时候读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性质比较急 我们数学老师是个女的 可能是我觉得女老师 可能比较温柔一点吧 我胆子也比较大 他经常的讲课讲课 我就举手要发言 我就说哪里 我这块不懂 老师说你不要急 我还没有讲完 所以说这个就是不会听话 不会听课 那么大家有没有 首先是你听话 你不要只听一半 你听完别人的话 听完究竟是什么样的意思 是的 那么再就是我们听话 有没有把自己的意思 投射到别人所说的话上 有没有 比如说认为别人说这个话 它是什么意思 那么子怜刚才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往往强加自己的 这个烦恼侵蚀在里面 所以说我们听话 就一心的去听话 就是不要掺杂自己的烦恼 侵蚀在里面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就这样去理解 所以说我们想听好话 首先这两块要把我好 一个就是听话不要只听一半 你把它听完整 再就是不要加自己的意思在里面 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好有时候我们说 他是在说谎啊 那说谎也是他的事 跟你也没有关系 是不是 他说他喜欢吃辣椒 好你就做辣椒嘛 你说他其实不喜欢吃辣椒 他喜欢吃茄子 那是他的事啊 他要造这样的因是他的事 因为你说你喜欢吃这个辣椒 我目前又没神通 我也不知道 是吧 我就修一个好因 那么至于说你修什么样的因 跟我没有关系 大家注意啊 就是不要把自己的意思 掺杂在里面 因为我们的意思 往往就掺杂着很多的烦恼 好 那么另外要听好话 还应该要怎么样 前面说到不能听到一半 不要把自己的意思 强调在别人话里面 还要就是总的来说 是要怎么样啊 你要学会聆听 是不是 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词 叫聆听 就是你要用心听 而且你要虚心的去听 对 叫倾听 你要听出对方的心声 就像有时候 上次是 姑娘听我们说话一样 并不是说每一个字 每一个句子都记得 但是你要知道 他表达的心声是什么 首先你要听懂他的心声 要知道他要表达的意思 所谓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如果说你连别人表达话的意思 你都听不懂 那么后面就免谈了 好 这是关于听话 那么关于听话 这个话题 大家有没有补充的 就是怎么样听好话 有没有补充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再接着看了 关于说话 怎么样去说话呢 尤其是 现在我们这个烦恼 还没有降读 我们都有烦恼情绪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 做才好呢 我们怎么样去说话呢 大家考虑一下 首先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时候有情绪 那么我们看到你人一旦有情绪的时候 是不是话就比较多啊 好 多做事 少说话 这个是好事 但是人有情绪的时候 他就要说 他不说 他心里面就难受 而且遇到这种缘起的时候 人就容易激动 一旦激动就噼里啪啦 就没完没了的说 而且说出来的基本上是什么 是不是废话呀 废话联名 那么用舌叶去对照 就是其余了 甚至很多的时候是该说的 不该说的 他都统统说了 大家有没有发现呢 有的人说我坚决不说 坚决不说 但是他情绪一来的时候 他一股脑耳都说了 所以有情绪的时候 要等你情绪过了之后 你再去说 大家要注意啊 要把握好 是的 先让自己静下来 好 另外就是 没把握的话 你就不应该说 但是人 因为有时候有烦恼 比如说有时候为了咸白啊 明明我只知道其余 但是我为了咸白 我也要去说 那么就容易造这种妄语的业 所以没有把握的话 我们一定要等 求证了之后再说 比如说很多时候 我们就不能说 信许啊 大概啊 或许啊 是这样 不能说这样 不明显的起 因为很多时候 就容易造这种妄语的业 你等你有把握了 你再说出来 好 这个非常好 提到这个四变才 非常好 这是安住在四变才 好 我现在跟大家说的是 具体的这个细节啊 好 另外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是什么 比如说我们尤其在家的同修啊 因为遇到的事比较多 在家菩萨多 恶因人所承绕过啊 有很多的事 那么人有时候心就比较急 那么遇到起事的时候 你是怎么样说的呢 有的人遇到起事的时候 就风风活活的说 是不是 人呢 是在一种暴躁 浮夸的状态 但是你这样说 很容易树敌 很容易招惑 大家发现没有 会带来无量的 你这种口业的过时啊 所以我们在 这个起事的时候啊 我们一定要稳住自己 要慢慢的去说 要慢条思理细细的去说 不能不能风风活活的去说 其实人这种风风活活 这种急啊 他本来就这种烦恼状态 什么烦恼啊 就是撑 撑就容易急 好 还有一种就是 没必要的话呀 就 按下不说 就是不该说的 你别瞎说 不能说的 你千万不要论说 你不会说的 你就不要去胡说 这些都要把握好 你要说就一定要 气急的去说 你没有把握好这些 你都是在瞎说 大家看啊 看我们的顾问 不该说的 他坚决不会多说一句 大家发现没有 不管别人怎么说 怎么赢 他说这个时机没到 不能说 就是不能说 好 今天这个机缘到了 我就跟大家说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好 不气急的话 你要是去说的话 就是在瞎说 因为这一块啊 我感受比较深 我的性质比较急 我以前是怎么样的 哎 你们听我说啊 说完了 我好了事 我好去做我的事 我以前经常这样搞 其实你没到时候 就不能说 你那个就是错的 就是一定要符合 实地人法去说 当然这个要求 目前来说有点高 但是我们可以去训练呢 因为这都涉及到缘起 大家注意啊 你真正缘起 你做好了 你一切事都可以成的 所以这个说话 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这个语言呢 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交流 最常用到的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好 愿我们都对这个说话呀 引起重视 前面说到听话 现在是说到说话 那么它究竟有多大的作用呢 跟大家说一个比喻啊 大家可能感受就要深一些 如果说你话没有说好 就如同你这个刀伤人的道理是一样的 大家想一下 如果说你拿刀子同别人一刀 你不管说了多少次对不起别人 你想一下 那个伤口是不是永远存在呀 别人永远会记得的 其实我们说话 这个语言的伤痛啊 就像这个真实的 这个刀带来的伤痛是一样的 都会让别人无法承受 那么我们就知道 这个语言 它有多重要 所以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引起重视 不要善于的去说话 你实在不会说 你就不要说了 是不是 你不能说的时候 你对别人笑一下也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去说 因为说它带来的效应就是这样的 好 那么现在我就要请问大家了 在大家的这个生活当中 有没有用语言去伤害到你最亲的人 大家有印象吗 你从你感受最新的地方去体悟 你就会更加重视这个语言 更加重视这个说话 那么大家有没有 还是大家认为我一直都比较善于会说话 我没有给别人带来伤害 好 或者说你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 别人用语言对你带来的伤害 你也可以去反省这个语言的重要性 好 那么具体的事是什么事 子连能不能具体的说一说 你具体的说一说 你就知道这个语言有多重要 具体的哪一件事能不能说一说 好我就举一两个例子 我记得曾经有人就说我 说我愤愤卡卡的 说我什么都依赖他 因为我的诚恨心也比较强 慢心也比较强是吧 我听了之后我就非常的气 我就想这样说我 我当时我就发誓愿 我一定要离他远远的 我再不想依赖他了 但是后来我又听到有人这样说我 他说我大智若愚 他说我这个人值得让人信赖 我就总记得这个话 我就总对他有好感 而且我记得我最初见到顾问的时候 和顾问说我是什么 大家知道吗 因为我个子比较小嘛 他就说我小巧玲珑 哎呀我听的就真心欢喜啊 因为我从小到大 我家里面的人亲戚 还有我的朋友都说我长得矮小啊 没有人说我小巧玲珑 是不是 甚至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家里面的这个父母亲戚啊 还经常拿我和我的妹妹们相比 其实我没有他们长得高 这让我一直都很自卑 所以顾问最初他见到我的时候 说我小巧玲珑 我真的太欢喜了 至少我对顾问有好感 好那么我刚刚煮了这两个例子 那么从这个例子当中 大家感受到什么 大家是不是感受到了 我们是不是要重视这个说话 我们说的话能不能让别人欢喜 我们经常说四色法 说话众生 你这个语言也可以去奢奢众生的 关键是你会不会 如果不会的话 你对别人来说就是一种伤害 对语言太重要了 好那么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啊 好可能大家印象不是很深刻啊 好不深刻也没有关系 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可以仔细的去考虑一下 因为语言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 好我们看一下子莲怎么说 有一次母亲在我家一阵子就住了一阵子 母亲因为宠我 就把我的家里所有家务都包了 还做饭洗衣玩像保母一样 我看着他从早到晚的在我家做事 我内心不舒服 我觉得这些都应该是我做的 不能让他这样 但是我当下说了一句 你什么时候回自己家呀 对 因为以为嫌弃他 对母亲感觉我在嫌弃他 好像是赶他走一样 是吧 中午吃饭的时候就说下午我回自己家去 是啊 你就没有注意到你这句话带来的影响 但是你其实来说你也不是表达这个意思 你只是觉得母亲太辛苦了 再就是我们要用智慧啊 就是我们说孝顺父母怎么孝顺父母啊 孝首先是要训他高兴就好 只要他欢喜就好 好如果你觉得你亏欠母亲的 你可以在心里面去感恩他呀 你可以下一次去母亲家里 去多多的为他多做一点呢 你可以在其他的方面多多的去诚实他 让他欢喜嘛 所以说首先你孝顺父母是不能违逆他的 但就是我们要去体谅做父母的 因为他们都有这样的心 他有时候一辈子做习惯啊 你让他停下来 他停不下来的 他感觉空落落的 没事情所做 不是我们认为的 他坐在那里 就是让他享福了 就像前一段时间 我老娘也是这样的很好啊 他说他现在没做什么事 我说没做什么事 因为他身体也不是很好 我说那你就把家里面的事 做一做就可以了 你看我大姐就非常会说话 他说你先把身子休养好 他说过两年之后 你再去抱起某地做嘛 你看我老娘这样说的 他就很高兴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知道啊 怎么样能够让他们欢喜 因为老人他有时候做习惯了 你不让他做 他就觉得难受 就是我们要站在他的角度 去体谅他 是的 好 用我们以后啊 都能够谨慎 再就是父母 大家不要忘了 是离我们最近的福田 福田上是什么 等留国啊 这块一定要小心 这个在百叶经当中 强调的比较多 就是等留国 生生世世要受的 我们要会造业 哪一块福田 应该要特别的谨慎 这个都要注意 好 接下来我们 再 继续的分析这个实例 好 这个不在乎 那么经常听到有人这样说啊 我不在乎 大家有没有听到啊 甚至有的人还这样说啊 我觉得一般人都这样的 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什么了 我觉得没什么 是不是 这有什么 我是一个大大烈烈的人 我不在乎这些 大家有没有听到 我就经常听到别人这样说 而且我也经常这样说 这有什么 这不是个事嘛 我不在乎这些 好像还表现了自己 还挺这个 大度的 好 那么就这个不在乎 是什么烦恼的延伸 大家想过没有 不在乎 我不在乎啊 我管那么多 我以前就这样说 对 有吗 还有什么烦恼 忏悔啊 我想起太多了 我说了好多 我不在乎 我说别人看我高 看我低 我才不在乎呢 你看我慢心有多强啊 对 有鱼吃 还有什么 能不能细微一点 其实这个就是害啊 是不是 我们说二十种随烦恼 是不是有害 我不在乎 你看这个人 他总是很包容自己 你这个不在乎 其实就是在放纵自己 是不是 但是你从来不会去想一下 你自己的这个言行 是不是在害自己 是不是在害他人 你不在乎别人 但是你一次次的摧残 你想一下 你再好的关系 也会被你摧坏的 那么最后别人人无可人 他只能逃之夭夭了 大家想过没有 你说你不在乎啊 你说我就是这样一个 大大烈烈的人 我们想想看 我们如果说对自己的需求 我们最想的 是不是都很在乎啊 为什么我们对别人 就可以不在乎呢 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所以说要常常的 要去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说别人这样对待我 我会怎么样 那么我们就知道 应该怎么样错了 就知道我们要不要在乎 因为好多的时候 我就听到这样的话 我不在乎 好像表现的他这个人呢 多不计较一样 其实你这是不顾忌别人 一连都不顾忌别人 很多时候就是自私自利嘛 在害别人 另外从一个角度 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我们也要学会去在乎别人 我们在乎别人的目的是什么呢 你可以借助别人的力量 来成就自己 因为很多事情 不是说靠你自己的力量就可以的 你不是万能的吧 你还没有成佛吧 所以说你要学会事实的去依靠别人 你真正的有时候去靠一下别人 是一种谦卑啊 就像刚才大家提到的 我不在乎很多时候你是一种慢 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去 适当的时候啊 去依靠一下别人 是一种谦卑 也是一种聪明 因为靠你自己有时候真的不行 这样容易成事 如果真正的什么都靠你自己 你也成不了事的 现在没有说哪一个人 光靠自己就可以的 那么这里就看我们有没有这种智慧 我们善不善于去借助别人 达到自利利他的目的 以前在学这个大宝基金 发起菩萨时生之乐会里面 就学到了这个会行菩萨 我们说会行菩萨就是 善于利用一切的人事物 成就一切的善事 希望我们也要有这种智慧啊 就是善于的去卷进 善于的去借助这些人事物啊 去成事 那么用在相不烦恼 这一块就是什么 火中生连中不坏 大家记得吗 这个顾问之前 经常的提到 好 那么这个不在乎大家有没有这个喜剧呢 有没有 好 大家可能这方面的夜市啊 比较少啊 不过这一块我确实实实是很重的 很可怕 这个慢展现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害 你是在害别人的 你不在乎但是给别人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对 这个就展现的更明显 你不理我 我才不在乎呢 这个就是完全的慢 忏悔我也有 我当时我怎么说呢 我才不管那么多呢 你看我高就高 你看我低就低 我就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当时我记得顾问就说 你知道吗 你这样不仅仅是对你自己不负责任 你也是对别人不负责任的 因为你会害倒一大片的 你不在乎可以啊 是不是 你自己倒霉不要起 你不要害了别人 所以说有时候啊 我们也是要在乎的啊 就是要对别人 对自己都要负这个责任 好 还有五分钟 我们看还能不能继续一个话题啊 好 我们看范师傅怎么说 范师傅也有说啊 那别人还敢当里面提出来 我还没有人提 我是后来有一次 我向顾问忏悔的时候 顾问这样说的 他说你这样不仅仅是对自己不负责任 你对别人也是不负责任 你这样一搞的话 那对别人影响是一大片的 但是最后因果报应都会回馈到我们自己身上的 那么以后别人也会这样对你呢 我不在乎 是不是 现在不是很多家庭都曲线这种情况吗 男的说我才不在乎呢 我只是想我自己好过一点 女的也说我不在乎呢 管你这个家怎么样 是不是 那你那个家 你看能过成什么样 好 我们接着看呢 子莲说生活中我问心无愧 找我进 立邦 不找我 我也不会主动去 你爱理不理 爱搭搭 看着不看 我都不在乎 好 你这个 我也不敢去评论呢 我觉得这个对于目前来说 你能够做好这个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你问心无愧了 是吧 问心无愧了 我觉得就不错 但是不要有这个慢性就好 是很大吗 很大就慢性太强了 好 自己惹到别人了 别人有些生气 自己也不在乎 谁让他平时怎么怎么样了 我想起来了 一句话 我懒得理你 其实这个很多时候就是什么 就是慢嘛 是不是 就是慢 我懒得理你 但是我们想一下这个后果啊 你慢带来的结果就是什么 它就会带来重重的障碍 这个烦恼 它带来的这个障碍就是这样的 是的 这个仔细分析一下 很有意思啊 我们说的时候很轻飘 但是这句话就是烦恼的展现了 我们说慢 慢就会有什么样的烦恼啊 它就会产生这种排斥力 至少当下你与别人的这个缘分呢 排斥了吧 再就是增长了你这个慢性 我们说增长这个慢性 有多可怕呀 为什么在地质像经典里面 一再强调你做地质的要谦卑呢 不能高高再上 为什么呢 因为水是往低去流的 大家都知道 你有这个慢的展现 你得不到这个法的加持 也得不到师父的加持 你看我们有这些烦恼展现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在加固了 我们这种慢的习气呢 那么把它更延伸一点 也许哪一天 你在某一方面 比顾问展现的要殊胜一点 或者是顾问他引起功德 他展现的福报没你那么大 你比顾问展现的更殊胜一点 你也会说我还才懒得在乎你呢 会不会大家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是你现在你什么都比不过顾问呢 你如果说一直坚持这个慢性的话 是不是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我懒得理你 我也不在乎你 我什么都比你强 我干嘛在乎你啊 我现在是不如你吧 我觉得顾问你了不起 我现在什么都比你强 我干嘛要那么在乎你呢 所以说你有这些烦恼在 是注定的最终会为自己带来种种的障碍 是不可能得好的 我们不要小看哪 这些话 不要小看这些烦恼 只是我们没有进一步的去把它思维透 没有往深去更想一下 如果往深去想一下 我们就知道它带来的危害太大了 在华言经还说 三界有老欲 我慢是城墙 就是这个慢呢 就障碍我们不得好 只是我们没有仔细的去划分 好像觉得说这句话也没什么 因为你现在面对的 有时候不是福田的 如果是在福田上 你依然发挥着这种烦恼习气 怎么办呢 好 换一个角度来说 如果说哪一天 你有很高贵的身份 你做了老大 你做了国王 你这个慢行一起来的话 你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吗 是不是 那么无量的众生 是不是就在你的一句话之下 就要倒无量的煤呢 大家考虑过没有 我才不在乎你呢 我舒服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多少人跟着你倒霉啊 想过没有 我们现在是没这样的权力 没这样的身份呢 我们好像觉得 反正我不在乎 也没什么大的 因为现在你没有这个身份 你没有这个权力 你造不成这样的大业 如果说有了这一切呢 是不是非常的危险呢 所以说趁现在呀 我们还没有展现这些大的福报 身份的之后 之前 我们老老实实的想法烦恼 知道它确确实实危害很大 好 今天这个时间到了 我们就一起学习到这里 非常感恩大家的 对伴 聆听 好 愿我们这些烦恼啊 都 进去无虞啊 每一点一滴 我们都能够 看透 能够把它剖析透 能够早日的进去 不然的话 都很危险啊 只是你没有遇到外缘而已 一旦遇到外缘 地缘会倒的啊 好 谢谢大家 恭送各位 我就 停止共享了 好 请清登同学帮忙 收一下麦 谢谢 谢谢 请清登同学帮忙 请清登同学帮忙